大家好 我是小佐 今天是12月9号星期四 今天我们盘前继续跟进股指激货和热门的股票 欢迎您为本视频点赞 也欢迎您为本频道赞助 赞助方式就是成为本频道的会员 好 我们盘前先看一下股指激货的表现 我们看到左侧是红色 也就是微微下跌的一个状态 标普白指数期货呢 昨天啊 包括今天啊 盘前都是在历史的阻力区附近进行徘徊 那么多头能否向上突破啊 是我们近期需要关注的重点 盘前呢 在日线级别是形成了一根非常微小的阴线 那么多头呢 仍旧需要提防它进一步给出回撤的可能性 标普白指数期货目前在mcd这个指标方面啊 目前还没有完全形成金叉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柱子啊 量能啊 应该啊 向多头啊 再迈进 我们啊 切换到四小时图看一下 在啊 高位的阻力区呢 多头啊 尝试多次上工啊 估计呢 今天啊 在美股开盘之后 或者是啊 在开盘前后呢 都可能会形成再次往下测试的一个可能性 那多头应该观察能否在四小时级别 20EMA均线啊 这个20周期的EMA均线 在这个均线附近啊 能不能能不能止跌 那么等到啊 止跌阳线出现之后呢 再考虑啊 布局新的一轮的一个多头会比较稳妥 那如果不能形成强势的止跌 那么后续呢 有可能继续下行啊 那么这样的话 市场呢 就进入到了一个继续洗盘的一个行情之中 也就破坏了原来啊 这个趋势的走势 我个人倾向于哪一个呢 很显然 我是多头啊 倾向于在均线附近啊 在20周期的EMA均线附近能够强势止跌 随后呢 开始尝试做多 或者是啊 有些多头已经按照之前的计划 在最上方啊 在近几根4小时k线的最上方这一点 挂突破胆等待做多了 是吧 那么鉴于啊 今天盘前呢 还没有完全完成洗盘 估计呢 这波回撤呢 如果后续走多头的话 是一个ABC回撤 是吧 那如果后续不走多头的话 那么这个ABC回撤就会不断的震荡下跌 所以届时一定要看清啊 看好 能不能啊 在4小时级别形成一个强势的止跌的k线啊 好啊 这个是我们啊 对于大盘的一个判断 那整体而言呢 空头并没有显现出强劲的暴跌的力道啊 因此呢 现在多头还不应啊 过于的恐惧 我们再看一下日线 日线金别其实啊 在昨天的时候就已经在这里开始悬浮了 那么今天啊 啊 k线可能啊 回踩 然后 乐观的话就是啊 把这个MCD啊 形成一个金叉啊 就是直接往上拉了 那么在啊 接下来啊 一段时间啊 可能继续向上去突破上方的阻力 但是在宏观上 一旦无法上上破啊 这宏观阻力 那么有可能进入新的一轮的洗盘行情 说美股一定会走 一直会走啊 或者说一定会一直走这个多头趋势行情吗 是的啊 不一定 为什么呢 市场的啊 你看市场的洗盘的深度是越来越深啊 你看这里 你看这里 洗盘的复杂度也是越来越复杂 嗯 当然我个人倾向于啊 今天啊 在CRCB就能止跌是吧 嗯 所以市场的变化呢 是比较微妙的 所以大家也不要一直非常的乐观 说看强势的牛市 嗯 好 纳斯达克100指数期货目前是微低0.30% 那么在日线级别和标普类似形成一个非常小的阴线啊 非常小的阴线 那它的下方呢 MCD也没有完全形成金叉 因此在形成的过程中应该会要啊 给出一些回落啊 测试的一些机会 我们在思想日级别也是看到和标普类似的一个形态啊 那么希望它是一个ABC回缩 然后强势的止跌 那这个C腿啊 有可能很深啊 然后再猛烈的拉起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观察 好 这个是纳斯达克 呃 罗素 罗素目前是微跌0.52% 那对他来说啊 也是形成一个小的k线 那对他来说呢 他和标普以及 当萨克指数的形态或者位置点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哈 那对他来说 多头应该关注他在20周期日线级别均线下的一个啊 回落的一个深度 那比较深的啊 就是比较可能的一个深度呢 我们啊 不妨啊 在下边这个地方画一个支撑区啊 也是同时也是这个下跌趋势的一个支撑啊 我们把上次这个陡峭的下跌趋势闪掉 对吧 然后回落到这个附近啊 必须得止跌啊 才意味着后续有可能上行 否则啊 再次跌破这个点位的话 再次跌破下边这四根k线的低点的话 那么这个呢 仍旧不能啊 看强势的多头 嗯 所以啊 近期我们都希望啊 他在这里回侧 止跌啊 然后拉升啊 就ok了 道琼斯呢 道琼斯啊 也是率先突破了20周期均线的20周期均线的一个啊 指数 对他来说 我们之前啊 对他的整体宏观啊 近半年以来的宏观判断是高去高位的无序震荡 那么多头呢 应该啊 找到这种逆转型号做一个短线多头波段啊 或者中线偏短线的啊 那么多头呢 也应该啊 关注近期他回踩的一个深度 那么在四小时级别 他的深度呢啊 有可能是近期的一个蓝线下跌趋势线或者是啊 四小时啊 级别的20周期均线啊 但是呢 估计呢 这边深度还是有可能再给一点的啊 不要急 也就是说昨天啊 昨天让等待的一个洗盘的行情啊 包括啊 今天让等待的洗盘行情啊 都可能在今天的下午 可能完成 那如果今天下午无法完成啊 或者是中午片下午的时候 无法完成啊 直跌的话 那大家就要继续观察 继续观察 嗯 为什么呢 因为市场啊 在 在演化啊 在演化测试这些重要的点位啊 那多头呢 由于啊 之前这个阳线过于长啊 过于长 很多人还没有进场 因此呢 这波啊 回撤啊 是一个可能的 未来如果继续走多头的话 是可能的一个非常好的进场点位 是吧 你看这个阳线太强了啊 这是标普 太强了啊 那很多人都不敢进的啊 那这边回撤啊 有可能给出一个比较低的点位啊 再次布局 好啊 不要急啊 不要急 要等一等 今天盘前的股票名单呢 我们也是筛下了很多啊 知名的 好 我们先看一下 苹果公司今年盘前微跌0.62% 啊 不要紧啊 对他来说 我们的底下已经调整到了160亿的啊 160亿代作为减仓位 那么啊 随着他逐渐上行 我们就跟着就可以了啊 继续看涨 好 那么在中长线布局方面 我们也是对他比较看好的 他呢 也是一直没有跌破这个蓝线的上涨趋势线啊 这个陡峭的蓝线上涨趋势线 要比其他的科技龙头股更强一些啊 另外一只啊 电力行业的股票 电力行业股票近期呢 在底部完成了一个多重测试啊 在红温上呢 他是这个逐渐上清的一个上行通道的一个止跌 谢好 那么多头可以尝试做的吗 当然是可以的 可以看到 上次呢 在这个位置啊 就是希望他能够啊 止跌 然后呢 上行啊 没想到他洗盘起了这么长时间 是吧 那洗盘越久 洗盘的时间越久 越有可能上行啊 所以啊 这多头啊 应该继续看多 好 AMC AMC这个图呢 实际上他已经不能完全按照之前的收敛三点形态去看了 我们把这个删掉 我们要试试调整啊 那有网友问的话 我们就分析一下啊 不喜欢的就不要做啊 切记啊 个人的喜好非常关键 如果不喜欢还要硬做 那就不太好 这个位置能止跌吗 啊 这是很重要的课题 不一定啊 那么今天盘前又下跌2.10% 我们看一下他回落的一个止跌这个情况 那今天应该是回落日啊 所以多头应该啊 继续等待观望 好 这个图呢 其实已经走得很烂了啊 所以再走多头的话 即便是上行 有很多的这种回落 好 这个图 BAX这个也是网友之前问的 说这个图一直在高位横盘之道啊 这图我一看就没喜欢是吧 他比那个电力那个图还要乱啊 走的 那么现在应该啊 怎么看呢 应该看震荡行情中的一个上涨腿 上涨上涨的一条单条啊 单条腿 对吧 好 这图没什么可看的啊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啊 那这里呢 又要遇到一个阻力啊 所以大家地方再次回落啊 的可能性 好 注意 T啊 不是 CHWY 这个图呢 我们之前是怎么画的这 啊 他首先是跌破原来的长线趋势 然后回落啊 也是回撤 然后上行啊 沿着20周期均线啊 上行走了一段震荡上行 随后跌破这个趋势线啊 应该做离场的处理 那么现在呢 近期呢 又跌破啊 又向上突破这个下跌的小下跌腿 在现在呢 但是没有完全止跌的 所以这个图呢 我们已经没分析啊 就没让抄底啊 也没输啊 抄底 对吧 反正啊 近期好长时间没说他了 我们上次分析他还是在10月份的啊 现在已经12月中旬了啊 快啊 那么这个图能不能止跌呢 重要吗 不重要啊 他已经走出了一个偏空的一个感觉 我们不妨呢 把他的啊 我们不妨把他这个下跌趋势啊 给画一下 看到吧 下跌趋势 我们再画一个下边沿 有可能下边沿 确实有可能在这儿 但 我们我我曾经说过哈 这个 通道线要比趋势线要更 有效性要差一些啊 那么有没有可能在这直接也是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在这继续下跌 也是有可能 所以通道线啊 效果不是那么好啊 注意趋势线效果好 通道线效果不是那么好 因此呢 我们近期呢 应该继续沿着这个趋势线啊 沿着我们画的这个下跌趋势下 继续往下走 走到什么份上呢 走到他有可能去逆转20周期均线的时候 再去啊 尝试抄底 好 这个图呢 已经开始走空了啊 那什么时候逆转 什么时候再说 Coin CON 这个图呢 我们近期对他的跟进呢 是对他的整体形态进行过分析 那上一次 下一波的上涨呢 就是运动到这个通道线的上轨附近啊 稍微突破了一下 然后呢 跌破上涨趋势线啊 就结束了 那么这波上行啊 是不是又要开始了呢 应该回啊 再次回落一下 再次回落一下 看一下 好吧 这个图不好做啊 不好做 但我们上次仍然啊 给出了一个处底的点位 然后啊 沿着趋势走 从368跌到200度啊 跌了3 40%啊 应该是 好 这个图啊 嗯 再看一下回落 好吧 有网友一直让我跟进啊 这个dkng dkng可以抄底吗 就是这意思 是吧 你抄啊 啊 上次我们说过哈 如果你要抄底的话 只损放在27块5 或者27块4 说过吧 或者27块钱来着 说过 如果你不着急抄底的话 应该等待逆转啊 或者在这里形成一个 宽幅的横盘震荡啊 再见 对吧 好 这个图我本身我也比较过 不是特别喜欢 你看他也是再次跌破了这个下降的一个通道线啊 这通道线不像趋势线有效哈 他总是过冲啊 总是啊 冒出去很多 那后续呢 这个图呢 有可能再次在这里再次回落啊 横盘一下 好吧 横盘之后啊 在意 那如果你已经慢慢抄底的话 你的止损一定要带好啊 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左侧抄底 好 我们看一下理想汽车 理想汽车近期呢 是回落到这个蓝线下跌趋势线上啊 然后啊 只强势直跌 然后落 这个图啊 这个如此猛烈的一个波动啊 是我事前没有想到过啊 他这个线太快了啊 三根线 然后几根线又抬上去了 所以对理想汽车呢 也是慢慢去布局啊 不要去着急 不要着急 你捡过仓就捡过了 没关系 慢慢的再布局 好吧 后续我是觉得 应该还是要看涨吧 不然要看空了吗 我们看一下周线 嗯 目前呢 还被20周期的周线Gb啊 所支撑 那么我们近期的止损可以 极限止损可以放在27块钱一袋 这个位置啊 还有可能啊 你看 这么一看啊 A浪 B浪 C浪啊 如果再砸一下C浪的话 那就有可能往下再砸一砸啊 所以大家的近期的极限简单位是在27块钱一袋啊 如果他再往下走的话 说明要走周线级别的C浪 但是呢 这种数浪呢 也是不是准确的啊 只是异想啊 有时候 所以近期多头呢 应该啊 继续看好20周期的一个均线 也就是周线级别的20周期的一个EMA均线的一个止跌的情况 整体呢 我还是应该啊 我个人是心愿于看涨多一点点啊 但是由于上方这个啊 套篮盘太多了啊 大家还记得这个高位吧 当时我们说啊 这个LIO破位之后立刻跑 那个时候啊 这些理想汽车啊 都在高位被套 所以近期你可以看到啊 越越往上走 这抛盘越重啊 表明有相当多的套篮盘解套 不要急啊 再等一等 慢慢的布局啊 MA 金融股 我们分析过几次啊 它和呃 邮轮啊 这种航空啊 类似啊 它近期一直在啊 测试下方的支撑区 那么后续我觉得这个稍微横排一下 应该还要再布局多头啊 应该要布局多头 好吧 它和电力啊 有点像啊 这个多啊 就是不断的这个 你看我们的通道线这么划的啊 大家自己看看 是近期的这个底点和近期的底点啊 一连啊 后续呢 看涨的概率高 但是在涨之前 这地方应该还会要再横盘一下啊 慢慢的布局 有人说慢慢的布局不懂 给我一个具体的数字 具体数字能说的清吗 是吧 等我说的清的时候 那数字就过去了 是不是 所以只能告诉你一个上下 比如说对这个股来说上下 上下一个空间啊 可以慢慢的 比如说布局一个礼拜 或者两个礼拜 或者是更长的时间啊 去慢慢的建仓 是吧 不要考虑具体的价格 是吧 我们做的是一个宏观的波段 多头波段 对吧 说它上不去怎么办呢 对的啊 这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上不去 上不去就止损呗 它不跌下来就没事啊 所以慢慢的去做一下 好吧 但是我们的止损呢 一般是放在20周期均线之下啊 跌破之后 或者是我们啊 会根据亲的一轮的多头啊 做一个新的一个趋势啊 注意啊 新的一轮趋势要至少要有一个 第一个低点 是吧 然后啊 拉上再给一个回撤那个低点 而不是这么之后就拿 那这样的话 你还不频繁的被 你频繁的减仓了 对吧 要等一个至少一个回撤吧 对吧 嗯 好 这个是MA 近期也是需要关注的 mRNA 这个疫苗股呢 近期啊 再次回落 我们之前在周线级别说过哈 他要么突破上去给出洗盘 要么呢 在这个下跌趋势之下啊 洗盘啊 现在他走的是第二种情况 说他有没有可能偏空了啊 最后 是的啊 这个答案永远是有可能啊 因此呢 多头的一个止损呢 啊 可以放在 比如说210一带 看一看 好吧 在日线级别 我们仍要需要他 强势向上拉升到20周期均线之上啊 如果不能强势向上拉的话 我们要提防他走出进一步破位的情况 就是这个通道线是我画的 他有没有可能破下去啊 都是有可能的啊 所以多头啊 应该继续啊 我们再看一下周线 嗯 周线呢 目前还在20周期均线附近啊 徘徊 所以多头应该继续啊 小仓啊 或者是 这个等待他向上突破啊 这个下跌趋势 对吧 只有他向上突破这个下跌趋势 才是新的一轮的多头 他有望啊 否则这洗盘的时间还要再继续洗 未来汽车 未来汽车啊 近期也是在高位洗盘 那么多头应该继续布局啊 继续布局 我们看一下周线 周线呢 还被20周期的均线所压制 但是呢 多头没有意图啊 共同没有意图猛力的下子啊 可以看到本周又形成强势的反弹 如果你怕的话啊 你怕的话我也没办法 就尽量不怕吧 做什么啊 都是这样啊 我们上一轮的一个多头的小趋势啊 已经画好 同时说在39一代跌破的话要做减仓啊 那么现在最低跌破到29 好 那么现在有点起稳的话 可以慢慢的再买一买 说他有没有可能暴跌 我倾向于还是上行吧 看这个长长的下影线啊 还是表明有多头抄底啊 嗯 好 我们继续再看啊 我倾向于上行 open open可以抄底吗 应该是可以慢慢的布局的啊 应该慢慢不停 盘前有所有所回落啊 所以这个位置看一看能不能横盘啊 那么止损是放在13块5啊 也就是近期地点之下13块5 对他来说 他已经开始走一些无需人道 或者我们啊 需要对新的一轮的行情做一些波段化处理 那么上来 如果你做过波段化处理的话 你恭喜你啊 你真的做到了 执行啊 那如果没有的话 你看利润又吐回去了 如果你在高位加过仓的话 那你又浮亏了啊 所以 好 我们看一下pltr啊 也是可以啊 也类似啊 也是在底部开始慢慢的布局做多 好 paypal 更是啊 更是应该啊 等待回录啊 不断的建仓 是吧 小仓建起来 对不对啊 这个是paypal 抄底类的 有网友一直让我分这个snap snap也是啊 可以尝试做做底啊 可以尝试做底 做抄底啊 但是你的止损 即将是放在44块5 44块5 或者是你怕他跌破啊 你就跌到了 比如说48的时候 你就开始减仓 是吧 然后啊 慢慢的布局 啊 近期有好多震荡盘啊 所以大家不要按照趋势去做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震荡啊 多头 震荡行情中的多头 好 我们再跟进一下特斯拉 特斯拉今天盘前微跌啊 应该是触碰到20周期均线的一个效果 那么后期呢 希望在这里只跌啊 极限制裁 你看跌到了950块 950块 这个地点标 标出了950块5毛啊 这个理论上目前暂时是维持看涨的思路 小汪汽车啊 最后一只啊 小汪汽车啊 它的跌幅并不像那个谁那么大啊 所以后续呢 我觉得看涨的概率还是高一点 好 我们不妨把近期的趋势给它画出来啊 看到吧 它正好跌到趋势线上啊 不破 对吧 上次抖架的趋势线是减仓位啊 我们把这个删掉 好 新的一轮啊 就这么看 估计呢 还要再回落啊 还要再回落 回落到这个新画的这个趋势线上 好吧 我们把这个线也删一线 线太多啊 线太多啊 线太多也是为了一步一步分析啊 好 这个图呢 先看回落啊 先看回落 好 我们啊 今天就先这样 拜拜 好 好 然后就 deploying下来 好 好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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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cl 好 好 好 小